LGH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閃亮的外鍋說介紹的呢 就是數碼寶貝紅蓮騎士獸 Figurat Standard的外盒開箱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 就是它外盒的盒繪 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整個紅蓮騎士獸的武裝呢 都有凸顯出來 以及後面精緻的披風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呢 就是外盒的盒繪 像是它的聖盾、聖槍 還有後面的披風啊等等的細節呢 都非常的好看 那這個呢就是它正面的盒繪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側邊的盒繪 側邊的盒繪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整個騎士的造型呢 非常的優雅 像是呢 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是呢 這裡 整個騎士的造型啊 相當的精緻 還有就是頭上的這一根 髮線呢 也相當的好看 髮線呢也相當的好看 那再來呢 就是武裝展開的樣子呢 像是呢 聖盾、聖槍啊 還有呢 整個後面的披風呢 展開來的樣子 甚至呢 是呢 就是直接呢 不用呢 武裝呢 就是像這樣子 站起來的樣子 也非常的好看 以及呢 聖盾裡面的內結構呢 展開來的樣子呢 也都非常的精緻 好 這個呢 就是 另一個長邊的盒繪 現在我們來看到這個呢 就是短邊的盒繪 好 再來呢 就是這個 好 那這裡呢 有一個呢 可以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 這個是它沒有塗裝的狀態 好那這個呢 就是塗裝之後的樣子 好 那再來呢 就是另一個短邊的盒繪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盒子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零件呢 有哪些 首先呢就是這一次的說明書 這一次的說明書呢 就是像這樣子 那裡面呢 當然就叫各位呢 怎麼樣來進行製作 製作的步驟呢 其實不多 那各位呢 只要照著說明書的步驟 慢慢做呢 一定呢 都可以完成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說明書 那有各種呢 武裝的介紹啊 等等的 好 這就是這一次的說明書 那再來呢 我們首先要來看到的呢 就是這個 這個呢 就是呢 武裝啊 或是 聖槍啊 聖盾啊 等等的 腳架 透明用的腳架 那首先第一個要來看到的呢 就是框架A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紅蓮騎士獸呢 它的本體的 像這樣子的 有點像是 珍珠銀色的 零件呢 的顏色呢 成形色看起來呢 是蠻好看的 那來自掌呢 應該呢 本體的成形色呢 就會使用像這樣子的顏色 應該呢 不會呢 再去把它做 呃 整個 零件的噴漆 噴成銀色 因為銀色的話呢 像這樣子的 金屬感呢 就太重了 好來自掌呢 會使用的 像這樣子呢 比較 呃 結亮的 比較結亮的 像這樣子的 有點 珍珠色的銀色 成形色呢 來做呈現 因為來自掌覺得 它這樣子的成形色呢 已經是相當好看的 那除了說像是一些 零件呢 比較沒有辦法避免的 水紋啊 等等的這些 原本零件的缺點呢 稍微可惜一點之外呢 這樣的成形色呢 其實呢 是蠻好看的 這個呢 就是框架A 那框架A呢 那框架A呢 有兩個 這個呢 就是另一個 框架A 好 再來呢 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框架B 框架B呢 由於呢 是身體啊 等等的部位 還有 它的銀色呢 的感覺呢 看起來呢 就比較重一些 好 但是呢 實際上看起來呢 跟 原本呢 框架A的銀色呢 是 一樣的 好 是差不多的 好 這就是框架A跟框架B 好 再來呢 就是框架C1 框架C1呢 就是透明紅的零件 像是盾牌啊 身體啊 等等的 零件呢 透明紅色的零件呢 就在框架C1 好 然後呢 框架C2 好 再來呢 就是框架D1 框架D1 框架D1呢 就是紅色的零件 像是 紅蓮騎士獸的頭飾啊 等等的 零件呢 在框架D1 好 再來呢 就是框架D2 框架D2呢 就是紅蓮騎士獸呢 頭後的那個 法流 好 在框架D2 框架D2 接著呢 來看到的呢 就是框架E1 框架E1呢 就是黑色零件 像是一些關節啊 等等的一些 黑色零件呢 就在框架E1 好 再來看到的呢 就是框架E2 框架E2呢 一樣呢 就是黑色的關節的零件 框架E2 好 再來看到的呢 就是框架F 框架F呢 就是盾牌的零件 聖盾的零件 在框架F 接著呢 來看到的就是框架G 框架G呢 一樣呢 就是 臉部啊 然後 披風啊 盾牌啊 等等的零件呢 在框架G 好 那在 這樣子的燈光打下去之下呢 其實呢 像這樣子的 金色呢 算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看各位呢 需不需要呢 再做 比較精緻一點的塗裝 或者是呢 用噴罐呢 將這個框架呢 整個呢 先 噴成金色 之後呢 他的攤口呢 再來做補色也可以 那這個呢 就是框架G 再來呢 就是框架H1 框架H1呢 就是各部位的一些 金色零件在這邊 框架H1 好 再來呢 就是框架H2 好 框架H2 好 那介紹到這邊呢 其實呢 所有的 框架呢 都介紹完了 但是呢 還沒有看到披風 對不對 這次的披風呢 它所使用的零件呢 是像這樣子 它呢 是用 有點像是 軟電啊 的這種方式的零件 還有呢 補色貼紙 那這一個呢 還沒有 打開來 那它這裡呢 也有跟各位說呢 當你要取出來的時候呢 要非常非常小心 像是像這種 尖尖的節點啊 等等的 取出來呢 都要相當的小心 這個呢 就是這一次披風的材質 那由於呢 使用像這樣的材質呢 它呢 所有披風呢 都是 一體成型的 所以呢 它這裡呢 是不用另外再貼貼紙的 它等於是印刷出來的時候呢 就全部都完成了 相當的好 好 這邊呢 完全的都不用使用額外的貼紙 好 只是呢 取下來的時候呢 你要相當的小心這樣子 這個呢 就是這一次的披風 還有補色貼紙 好 那裡面呢 一樣的會有像這樣子的 各個圖示的介紹這一張 現在呢 幾乎呢 每一個模型的都會有 像這樣子的介紹呢 方便的讓新手來使用以及組裝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呢 紅蓮騎士獸的外盒開箱 那接下來 就一樣的開始來進行製作 那整個製作過程之後呢 我們也會拍一層 宿主開箱給各位 看一下宿主之後的紅蓮騎士獸呢 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外盒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各位的Log蓮騎士獸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呢 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我們的Lize on Gamehouse Facebook粉絲團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外盒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各位Log蓮騎士獸的朋友們 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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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月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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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